全植物 纯素 然后无动物实验的保养品 平的那一面你就可以拿来湿敷 这一种可以让肌肤保湿啊 或者是比较稳定的那一种精华液 是完全没有过敏或刺激不适的一个状况 很推荐给任何肤值年龄的人用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保养day and night 是不是很久没有看到这个主题呢 我要分享这个主题的时候其实我也蛮期待的 因为我最近真的是接触到非常非常多不一样新的保养品 然后还是想说跟大家更新一下说我尽情换季啊 然后呢我使用的保养是什么 除了有新接触的东西当然也有融合旧的之前有分享过的产品 所以想知道我到底用了什么的话 我们就接着看下去吧 影片这次开了之前提醒大家 如果想看到更多即时新品美妆开箱 直播旅游穿搭以及更多即时动态分享的话 记得去追踪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大家早安 现在呢就让我们准备来早上的保养吧 那因为我现在大多都是在家工作嘛 所以我有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不一定会洗脸 我觉得这个蛮看个人习惯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可能起床脸部的油脂分泌非常的刚好 我不想要去洗脸把它带走过多的油脂 所以我就会选择使用那种擦拭的化妆棉啊化妆水啊 来给肌肤呢一开始最早的保养 那我要用的就是这一个卡拉丁的Vegan水感美肌爽肤棉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卡拉丁这一个Vegan系列的保养 它都是采用全植物 纯素然后无动物实验的保养品 所以如果对这一方面非常在意的人的话 这个部分是可以放心的 那这个呢我真的很喜欢 因为用起来很方便 打开之后呢你就会看到已经浸湿的这一个化妆棉 然后我就会直接取出一片 我跟你讲哦这东西真的非常适合懒人 那你就会看到这一片的化妆棉里面呢 它就有满满的水精华 仔细看一下这个化妆棉 它有分一个凸面以及平面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先使用凸面这样子 把脸上的这些油脂啊 晚上睡觉沾到的棉絮啊这样子轻轻的擦拭掉 然后同时呢它也会给肌肤补水保湿的感觉 你们自己看 你看我脸上刚刚的光泽啊 是那种油脂的感觉 然后现在呢就会变成补水保湿的效果 那我这样擦拭完之后呢 我会再翻过来 用平面的地方再轻擦拭过一遍 那这个时候呢我如果觉得今天脸颊特别干 然后我就会这样稍微敷个三十秒 这样子 平面的那一面你就可以拿来十敷 然后呢再换另外一边 我真的觉得这个爽敷面使用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 因为它也有镇静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这阵子肌肤是比较敏感或比较泛红的话 也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来舒缓 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平常用这个很方便 因为有时候我在家工作未必会化全妆嘛 有时候一整天下来还是会有出油的状况 那我就会直接拿这个一片出来 然后轻轻擦拭 可以给肌肤补水保湿 然后还可以带走一部分的油脂 然后你又不会让你的脸好像有种太干 过于清洁的那一种感觉 那它里面呢也有添加那个艾草的成分 所以用起来非常温和也不会刺激 我从开始试用到现在完全没有任何敏感的问题 那这一罐里面呢它有70片 所以差不多是使用一个月多的量 如果你每天早上早晚都使用的话 那当然也可以看每个人的状况啊 像我就是早上的话会比较偏爱用这样子擦拭的水精华 然后呢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爽肤棉上面 那我现在把那个光线条爱捏给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这个爽肤棉这边有一些脏脏啊 然后棉絮 这些呢就是脸上的油脂 以及你那些沾到的棉絮啊 还有老肺脚子 有这样子的话是正常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那如果这一罐的化妆棉用完了 你可以自己加入你习惯使用的化妆棉在里面 就可以变成替代用 因为它的那个水精华真的给的爆多的 我自己有时候呢想要让它浸湿一点 或者是水分多一点 我就会稍微把它这样子 摇一摇 让它每一个化妆棉的都有浸湿到这个水精华 那如果大家对于这样子的 超级方便轻松的产品有兴趣的话 可以使用我的折扣码 可以提供大家九折的优惠 那基本上呢我早上擦拭完之后 脸已经有那种充满水分 然后就是很舒服的感觉了 这个时候我自己的状态 不一定会完整的保养完 那如果你今天肌肤觉得 哦还是想要就是充足一点的保养的话 我就会完成后续的步骤 那精华液的部分呢 我就是把手边正在使用的精华把它用完 像是Irita的这一个精华液 或者是资深堂的小红瓶 那因为最近是换季 所以呢我精华液挑的通常都是这种 可以让肌肤保湿啊 或者是比较稳定的那一种精华液类型 然后你就把它擦在脸上就可以了 然后完成我后续的保养步骤 那早上的话我会比较少用乳霜啦 那我接着就是直接用也是Irita的乳液 这些我之前都有介绍过 我早上用这个主要是因为我希望脸比较轻盈一点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这些都是我之前用过介绍过的保养品 然后我要把它们用完 你们知道就是我有接触到很大量的保养 可是这些旧的东西呢 我还是要把它用完吧 怎么不能我分享完之后这些东西就放着了 你们说是不是 所以呢我都还是会把这些保养品啊 依照我的保养步骤啊 新加入的东西啊做一个替换 然后轮流把它们用完 因为这些东西真的就是 之前分享过很好用很喜欢的产品们 那如果你不想要像我这样子这么多步骤的话 我也会用这一种就是all-in-one的保养品 就像我之前如果真的觉得 哦太懒想要直接快速的话 我就会擦完之后呢 直接擦上这个保养 真的是超级快速又省时间 嗨大家 接下来呢就是晚上的保养 那通常我晚上的保养都会 那晚上的保养我会做的比较完整 首先呢我们要来敷个面膜 我最近最常敷的是这个 加丹尼尔的生物纤维系列的面膜 那我今天要敷的是秋葵保湿紧致的款 那这一款呢主要就是让你的肌肤 可以有保湿的效果 然后呢达到肌肤紧致的感觉 这个面膜特别的地方呢 是在于它的面膜纸 你打开呢就会看到是这个样子 那我就会建议大家先把这个 呃白色的珍珠膜给撕掉 因为白色这一块比较硬 那你撕掉之后呢面膜呢 会黏在这个蓝色的这一面 那你就直接把它敷上去 你就这样一压上去就好了 然后呢再把这个蓝色的膜 再把蓝色的这个 这样子撕下来 面膜呢就会贴在你的脸上了 因为这个生物纤维的面膜 它很神奇 它的材质是这个样子 它很服贴脸 然后基本上都不会移动 你贴上你的脸它就是贴住了 那我觉得它有一点小缺点 就是你们自己看 因为我的额头比较高 那它的弹性我觉得蛮有限 而且它黏住就是黏住了 就完全不会移动 所以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很方便 但是你看像我额头这边 我就没有办法像它其他款的 我可以很轻易的敷到额头 所以这一款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高额头的人 你要自己考虑一下 好那接着我们就等 15到20分钟再来跟大家 讲后续的保养吧 好你们看一下喔 我觉得光15分钟它就吸收得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我有把就是 面膜里面剩下的精华液涂在脸上 大家看一下 那我要撕下来啰 我觉得脸变得非常保湿 我很喜欢它贴在脸上的那种感觉 这个面膜纸的感觉 你们自己看一下 它的生物纤维面膜是长这样 它敷起来是真的很舒服 但是就是我说的小缺点 就是它比较没有办法敷到我额头这一块 而且你们仔细看喔 我有敷脸的这边比较 亮白的感觉 然后这边就是我原本的肤色 有没有看到 那我就会用手把脸上的那个精华液清拍吸收 然后继续完成后续完整的保养程序 那我要用的呢 就是这一个 卡拉丁的鸡血草修护保湿喷物 这一款呢我觉得用起来很喜欢很舒服 它的喷头非常的细致 可以很均匀的喷洒在脸上 那这一罐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用都可以 你可以早上晚上甚至日常平常 要随时补水的时候都可以用它 那使用之前呢稍微轻摇一下之后 喷洒在脸上就可以了 它有一股淡淡的香气 就是那种比较直脆的那种味道 我呢喷洒的量呢就是完全就是看心情 觉得今天肌肤比较干我就会喷多一点 然后稍微再用手清拍 那如果我平常是有带妆 然后想要补水保湿的话 我就会直接喷洒完之后 我就会直接让它自然的干 那因为这一款它有积雪草的成分 所以呢它可以正进肌肤 让肌肤有补水保湿的效果 那我自己用起来是完全没有过敏或刺激不适的一个状况 而且就算我刚刚敷上面膜嘛 已经比较滋润补水了 再喷上它也不会让脸觉得很多余的保养 就很厚的感觉完全不会喔 就是很轻盈的补水保湿喷雾 所以我觉得这一罐呢很适合大家 就是包包备一罐啊 家里备一罐啊 公司备一罐就是手边放一罐 随时想到啊想要补水保湿的时候 你就把它拿来喷一下脸 化妆水喷完之后呢 就是进入到精华液嘛 那跟早上其实差不多 就是看我肌肤的状况 然后我会挑选我想要用的精华液 那我主要真的还是以稳定肌肤的状况为主 因为最近你知道吗 天气气候交替啊忽冷忽热 大家有没有感觉 就有可能早上很热然后晚上就变冷 或者是连续几天很冷用 然后又突然变热 我真的觉得肌肤一直在这样子 的不稳定状况下 让肌肤稳定啊症静啊 效果真的是很有必要的 最后呢当然要锁水啦 我要用的就是这个沙菲亚的乳霜 这个乳霜我真的很喜欢 我已经用到你看见底 然后只剩下边边了 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沙菲亚的乳霜啊 想要了解更多以及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拍过的介绍影片 或者是会把链接放在这边 有兴趣的话可以点过去看 都有很完整的详细介绍哦 那这罐乳霜擦起来真的是 让肌肤很舒服 然后轻盈没有负担 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近期的保养day and night 真的好久没有拍这个主题哦 有没有人真的是等很久的 那比较没有分享过的保养呢 像是加丹尼尔的这个生物纤维面膜 以及卡拉丁的这个系列的保养 我真的觉得这系列的保养非常喜欢非常的好用 很推荐给任何肤质年龄的人用 因为我觉得它完全不限制任何的状况 你只要想要补水保湿 这些产品都可以非常的轻易 让你达到这样子的效果 再来就是时间上完全没有限制 你早晚要用或者是日常保养想要喷它 想要补水都可以 这个我真的是懒的时候或者是有化妆的时候 我就会拿它来喷 那如果我在家都素颜的话 我平常会直接拿一片出来擦拭 然后呢或者是湿敷等等的 那如果大家对于这次卡拉丁的保养有兴趣的话呢 我会提供九折的折扣码在这边 大家有兴趣的话记得使用哦 最后也很感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边要来送礼物 真的很感谢厂商很大方 要来让大家体验这次卡拉丁我很喜欢的产品 只要订阅Hey I'm Alice这个频道 并按赞这支影片 然后把这影片分享到你的社群平台 然后并标记我我才会知道你有分享 最后呢在影片底下留言就会抽出得奖者送出这一个卡拉丁的保养品 那详细的抽奖资讯我都会放在资讯栏 有兴趣的话记得点开来看哦 那非常感谢大家看完今天的影片 如果想看到更多即时新品美妆开箱 直播旅游穿搭以及更多即时动态分享的话 记得去追踪我的Instagram跟Facebook哦 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着影片按个赞 有任何问题的话印底下留言告诉我 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并开启小铃铛还有全部通知 才不会错过任何一支影片哦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 拜拜